能自我,硬汗痴,拼出一身痴 硬汗血,尽赤心,追尘大意见 新鸣 欢迎收看警申,期待我问一下 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有没有高回报但零风险的投资? 当然没有,如果你相信的话 是有机会成为投资骗案被骗的主角 大家要记住,投资有一定的风险 千万不要只想要赚多少 也要慎重选择帮你作出投资的金融公司 如果有留意我们的景上节目的话 就会知道我们说的是一年两集播出 以伦敦金为题材的投资骗案特辑 而上一集的故事就说到 坚哥加入了金融公司成为金融从业园 只不过他所加入的公司 表面上就是从事伦敦金卖卖投资 实际上就是用一些不正当手段 赚取客人的佣金 而在墨长青色演的经理 和同事方力申的引导之下 坚哥亦都开始利用手机通讯程式 去假扮公司的一位女同事 利用假的身份去引人入局 只不过坚哥就想不到 他的第一位客人就是他女儿Toby的男朋友Kelvin 究竟故事发展下去会是怎样? 我们一起看下去 来吧 我的钱都没有了 我帮他买升的时候他就掉了 很快就赚得开了 我买书和赢, 也不乎你试 投资赚钱, 哪有这么容易的 金融公司, 请了我做客户主任 我们这一行很简单 就会用WattChat和Cold Call打电话 去找新客人 我自己也有跟公司开户口 买伦敦金, 不够一个月而已 就只花了几万元 蒙叔, 你是不是很有兴趣呢? 阿波, 你放心 我和Avo有帮你盯着股票 看了这么多个盘子 最便宜的是这个 大家还欠二十万首期 找银行借就借不了 楼价格不断上升 我今年跟Kevin的买房大计 一定会过水 喂? 喂, 小姐, 你好 我们是温賓投资打电话 我们公司是专门为客人做一些方案 解决他们财务问题 是不是要我借钱? 你们一定很高息 又要我有资产抵押 你找错了, 没有 小姐, 听你的语气 你好像真的有财务问题 那你真的要听我说才行 我们公司有很多借贷方案 可以帮你 利息方面你可以放心 一定比其他银行便宜 但是我没有资产抵押 都可以便宜些借钱 当然有 我们公司也会和银行竞争 这么巧 我们现在有贷款的优惠计划 贷款的抵押 比其他银行更灵活 就是专为小姐你这些 急需用现金的人事而设 那好像挺好 当然好 不好也不打电话给你, 小姐 对, 怎么称呼 我姓吴, 你叫我Toby 是, Toby, 你好 好, 如果你想了解多些 我们这个优惠计划 不如这样 我们今天就约出来见, 好吗? 也可以 2点, 你行不行? 好 好, 好… 对, Toby, 如果你急需用这笔钱 我建议你 就准备你的银行资料 以及你的身份证映人本 到时候你听我说完这个计划 满意我们就即场签了一份约, 好吗? 好 待会见 好, 再见 好 你好, 请问你是否温分投资的曼山? Toby, 你好 我是, 请坐 好 我卡片 他这么像我的偶像方力申 對了, 曼山 有人说你好像唱歌的方力申 Toby 是 不好意思, 我很少看电视 你很喜欢他吗? 是的, 他是我偶像 真的有人说我像他 不过他比较英俊 那倒是吧 对, 说回正题 Toby, 你想看我们公司 申请多少钱的借贷? 是 二十万, 我欠这个钱 就可以上车做业主了 二十万, 多不多, 少不少 上车很重要的 我真的很希望可以帮你 我们公司有一个 平息三厘的借贷计划 我觉得很适合你 平息三厘? 那就是比外面的银行更便宜 好…你帮我申请 Toby, 你真爽快, 我喜欢 不过这样, 这个借贷计划 是有一个条件的 就是你必须要在我们公司 申请一个投资户口 而投资户口里面 要有三十万的资产 才可以申请到这个借贷计划 就是无故要拿三十万 出来做投资? 是的, 不过你可以放心 开投资户口 也不一定要做一些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会帮你做一些 倫敦金的买卖 回报绝对有保证的 倫敦金是什么?我没听过 没听过就对了 我可以解释给你听 倫敦金顾名思义 就是在倫敦交易的黄金 最近你也有看新闻 金价升了很多 所以做黄金的投资 绝对可以帮助你资产增值 还有, 有我帮你照顧市场 去到价好的时候 我一定会帮你做买卖 所以你可以放心 那也挺好, 借到钱之余又赚到钱 況且见曼先生解释得这么专业 应该想得过 好, 你帮我申请吧 Toby, 你真的不止爽快 还很聪明, 一说就明白 不如我们签个开户同意书 麻烦你身份证 谢谢 谢谢 这份是开户同意书 麻烦你在这里签个名 好, 谢谢 好, 接着有一份授权书 就是授权我去管理你的户口 和做买卖 在这里签个名 是 我对你有信心 始终买卖的东西 你一定比我熟悉 谢谢 谢谢 我现在和你去银行 麻烦你把三十万 给我们公司的户口 过了一段时间 我们就会把你的贷款 给你了 没问题 麻烦, 麻烦 我现在的伦敦金价不停跌 我还看见你不停买不停买 买了很多 买了很多 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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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了就没了客人 要不去吃什么 没了东西 就找另一个吃 对了, 坚叔 我问你问题了 你靠什么出钱 怎么办呢 佣金 你也会说, 靠佣金 不做交易, 怎么会有佣金呢 客人给你投资 就自然相信你了 投资得就要有输贏 严格来说, 客人输和贏 也不关你的事 不是, 老闆 坚叔他觉得自己炒业很棒 坚叔, 如果我是你 就趕快在客人身上 多佣金 对, 之后自己炒了 那些钱就代入袋 没错了 你不是刚刚签了一张单吗 快点开工 有钱交给我 我疼你来不及了 怎么会炒你呢 努力, 加油 鞋老板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伦敦金的户口 结果只剩二百元 没理由 信上还要写这么多次交易 手续费有这么多 只是那些钱有没有进我的户口 是不是有事搞错了 Alex, 我是Toby 我刚收到这个月的证明 为什么我的户口里面只剩二百元 还有那些手续费三十万多 是不是有事搞错了 是呀, 真是没搞错 哪位呢?Toby是吗? 是的, 投资就是这样的 有赚有蚀, 对吧 很神奇的, 你知不知道 明明我买升的时候它就跌 你以为我买跌的时候它会如何 就是了, 我就是升 插一插一插 户口就没钱了 但是之前说不高风险的 那打风的时候就有些枪爆 有些枪不爆, 对吧? 那你那个就爆了 我没骗你的 是你签份同义书 给我帮你做买卖的 白字黑字不能抵賴的 不过, 錦小姐 我说一句忠肯的话 投资赚钱, 怎么这么容易 我之前贷款的钱 为什么还没有进我的户口 你这个户口都没了资产了 我还怎么借钱给你 你不是当我傻的 你想想, 你想想 喂? 喂? 我的钱都没了 怎么办 大家在作出任何投资之前 记得要谨慎而行 因为不留意又或者疏忽的话 是很容易被人骗了钱的 下一节一回来 我们一起看结局 亦都有商业罪案调查科的同事 和大家浮试骗徒的犯案手法 Calvin Toby 你来就对了 可不可以帮我? 干什么事? 我想问你先借几千元 为什么突然要问我借钱? 我之前做了一些投资 虧了很多 虧了很多 虧到现在吃饭坐车都没钱 你怎么搞的? 你干什么投资? 你买什么?干什么投资? 伦敦金 为什么你做什么都不跟我商量? 那些钱是我们拿来结婚的 阿爺? 孙女, 你回来没有? 对, 我有事想找你 我已经回来了, 你等我一会儿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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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这次我怎样都会帮你了 你自己想点它吧 阿爺, 你没有急着急什么事? 孙女, 你可不可以给我几千元? 我去炸一袋 为什么突然有万人拿钱? 我以前做了一些投资 虧了很多 差不多连棺材盆都虧了 我现在什么钱都没有 我像给你拿了一些小的钱 去炸一袋而已 阿爺, 你之前也不做投资 只放钱进银行而已 谁教你投资?你买了什么? 之前我认识了一个年轻女儿 他每天找我喝茶 没多久他就叫我 做一些投资的伦敦金 伦敦金? 是 我这次就拿了钱给他 没多久他就打电话给我 虧了钱 阿爺, 你为什么会这么容易信 人家把自己的棺材本都给别人 那是谁? 你拿出来让我看看是谁? 你拿来看看这个 爸爸回来了 爸爸 爸爸 阿女儿, 发生什么事? 不要哭, 让爸爸说 我们被人欺负了钱 去买伦敦金 伦敦金? 对吧, 爸爸 是啊 我们现在什么钱都没有了 不是吧?伦敦金? 先生, 伦敦金骗案 大家都经常听到 究竟当中的骗案手法是怎样的呢? 以往, 在香港涉及的本地伦敦金骗案 骗徒的手法多数都是以损工作为招来 之后受害人入职之后 就会被游说开户口炒金 之后又会叫受害人去介绍亲朋戚友 去开始投资户口以赚取用金 而现在骗徒的手法 就演变成为打电话给长者 以虚雄民乱的方式去博取长者的信任 之后就会叫他们买卖本地伦敦金作为投资 声称可以保障晚年的收入 除此之外 骗徒会在一些社交平台上 扮演本地伦敦金的投资专家 又或者在讨论区或者社交平台 以美类的照片作为大头照 同时亦都会上载大量名贵物品的照片 以吹嘘自己的投资成绩 从而去吸引一些好奇的网民主动结识交友 之后骗徒会向这些网民示好 以虚雄民乱的方式博取他们的信任 更甚的是 有财务公司会假扮银行的职员 向受害人推介资产顺态计划 但是条件就是 必须在一间中介公司开立户口 将资产转移到这个户口里面 去证明受害人有一定金额的资产 其实以上的手法 骗徒都是在获取受害人信任之后 去游说他们投资本地伦敦金 之后会要求他们签署授权书 又或者是要求受害人交出 网上投资户口的用户名称和密码 当拿到这些资讯之后 骗徒就会帮自主进行频繁的交易 以赚取高昂的佣金和过夜利息 最终是导致受害人 损失全部的投资金额 其实骗徒已经干犯了全谋诈骗罪 一经定罪 最高的刑罚是监禁14年 在2018年1至6月 警方总共收到4宗有关本地伦敦金的骗案 较去年的同期减少了2宗 但是损失的金额 较去年的同期增加了7800万港元 去到8100万港元 而受害的人数也有所上升 以往这类型案件的受害人 多数都是本地人 但是随着社交媒体的性行 骗徒可以没有地域限制地去接触不同的受害人 最后市民在投资的时候 有什么要注意呢? 其实在香港的交易所和银行 都有形形色色的黄金投资工具 这些投资工具 是受证监会认可和监管的 但是本地伦敦金这类投资的活动 就不受监管 也没有法例的保障 所以如果投资者想投资本地伦敦金 这类型的活动的时候 就要留意以下三点 第一,在购买任何投资产品之前 应该了解投资产品的性质和风险 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 就一定要问清楚 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投资产品 第二,买卖本地伦敦金 是不一定要签署授权书的 如果有经纪游说大家去签署授权书的时候 就应该想清楚有没有这样的必要 和对大家有没有保障 否则效果是可以很严重 最后,无论在任何情况下 投资者也不应该向第三者 包括帮大家投资的经纪 透露网上的交易户口名称和密码 Aless,我可否帮你签署名? 可以 哥仔,签署名没问题 但是你这张好像是文件 我不可以胡乱在上面签 不好意思 Aless,你真的很精明 没有被人能在文件上签署名 当然了,Ruby 做任何决定之前 一定要小心謹慎,就像投资一样 千万不能单凭一个信字做决定 一定要做好功课 不要让陌生人 尤其是在晋男美女 被他们迷惑 而胡乱签署名件进行投资 没错,Alex 而市民也要提防网上 所谓的投资专家 不要那么轻易相信 他们提供的投资提示 而除了伦敦金之外 骗徒也会以投资其他贵金属 作借口去骗人 所以如果有投资公司 游说你将资产 转移到他们公司开户 又或者游说你做委托授权 代为进行投资买卖 那你就要考虑清楚 究竟你有没有这样的需要 以及要明白授权内容衡量风险 如果你签了文件授权第三者 代为进行投资买卖 骗徒就会频密地进行交易 并且收取昂贵的佣金和过夜利息 最终只会令你血本无归 Ruby,如果市民有疑问 他们可以怎么办呢 当然是致电我们警方的 反诈骗协调中心 防骗218222二线查询 你好,Alex 其实我是你的支持者 在这里签名,行了吧 作为一个影迷 去问方力申拿签名 当然没问题 如果不是影迷 而是其他人问你拿签名 首先我就会了解一下 他究竟拿过签名来做什么 另外我也不会像坚哥的家人 那么随便就签名给人 相信大家看完一连两集的 伦敦金片案特辑 都会对这类型的片案有所警惕 当遇到投资机会的时候 要先了解投资产品的性质 和风险 千万不要匆匆忙忙 就去投放资金 甚至随便委托 或者授权他人 帮你进行投资 投资之前 应该要先问清楚 和想清楚 没错了 今集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 而下一集的警讯 将会和大家讲解一下 如果市民想去米埔沼泽区 和后海湾限制地区 渡官僚和郊游的话 需要注意的特别事项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我感到大部分 一同白语